哈囉大家好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對待負面的人 如何對待負能量的人事物 前面講了一支影片 有提到說 當你面對一個人 你跟他相處過後 你發現他讓你很消耗你的能量 你需要每次跟他講完一次話之後 你都需要清理七天以上七圍一個大線的時候 就先離開這個環境 那找一個你能夠感受到喜悅 開心喜樂的一個振動環境 先讓自己充好電之後 還是回來把這些問題面對他撿起來處理掉 通常這樣子最困擾我們的都是直系 比如說父母親 比如說兒女 比如說男女朋友 比如說親人的關係 那跟大家講一個宇宙秘密 其實每一個靈魂都知道 我們在投身來這個世界之前 我們都會了解到說 我們在負面的狀態下 如果把這個能量轉化掉 能夠仍然用愛 用善去面對他 然後選擇十幾點去給予對方 對方能接收的愛的時候 這個學習到的速度 會是在順境當中的兩倍 秘密是人類 我們因為有這個腦袋 所以會產生時空矩陣的這個幻象 人類為什麼會有所謂的喜好好物系統 因為這是我們設定好這個身體來這個世界上 我們就莫名其妙喜歡吃這個東西 喜歡這個味道 喜歡這個遊戲 喜歡某一種特殊特定的這個 比如說興趣好了 有些人喜歡跳舞 有些人喜歡彈吉他 有些人喜歡唱歌 有些人喜歡電子樂 有些人喜歡爵士 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有些人喜歡大自然 有些人就說我討厭大自然 我討厭爵士 那通常了解到 你所討厭 你所不能接受 其實是你本身的一個陰暗面 為什麼 是你本身一個陰暗面的投射 因為你還認為這樣是對的 那樣是錯的 因為對錯本來就是相對的 所以我們會設定 讓我們最看不順眼的人 來成為我們的家人 這其實是我們本身的設定 好那怎麼樣子去面對以上 提供四個方式立刻轉化掉 我們一而再再而三遇到的問題 第一 當事件發生 這個人跟你講話 你感覺到不舒服的情緒的時候 第一 允許這些情緒以及身體反應發生 比如說你生氣 你會發現你的能量集中在胸口以上 腦袋左右 這裡卡在這邊 然後臉紅的不得了 允許它的產生與之呼吸 把這個能量擴展 傳送到肚子 傳送到你的腿 傳送到你的手 再來 第二 不要批判它 與之共存 與這樣的情緒共存 只是關照它 不要批判說 我是對的 你是錯的 我產生這樣的情緒 是因為你做錯 不要這樣想 只是與之共存 了解到這些人說的東西 其實只不過是一個現象 什麼意思 很多人其實 沒有一個人出發點是惡意的 很少 極少數的人出發點是惡意的 100個人裡面可能不到7個不到6個是惡意的 而這些惡意也可能是長期的混亂跟失調所造成的 很少人是人性本惡 但是我們常常會假設說我是一隻雞 你是一個鴨子 人類會怎麼樣 會認為說 我是鴨子 所以你一定也吃 小魚好了 就一直丟給這隻雞 小魚吃 它沒有理解到說 我丟給這隻雞小魚 它也不吃魚 它只吃素米 你丟給它之後 它還要去處理魚屍體 什麼什麼的 懂我的道理嗎 就好比說假設我是一台飛機 我媽媽可能不知道 因為它 它會認為它了解我 你會認為你了解這個人 事實是我們完全不了解任何人 我們只能夠用自己的身體去感受 去覺知到自己喜好的是什麼 所以為什麼要溝通 所以為什麼要觀察 所以為什麼要用心 我們不能只用自己的想法去認為說 這樣是對的 事實是通常我們做會成功的事情 人家做不一定會成功 懂我的意思嗎 這就是我們每一個人的價值都是如此如此的特別 每一個人都很特別 每一個人都擁有我們超過我們自己想像的價值 每一個人都超過自己的想像 好 第一點 允許它存在 第二點 雨之呼吸不要批判 第三點 立刻 這個時候你可能會覺得非常非常累 這個時候怎麼辦 立刻 立刻沉靜下來 立刻充電 立刻用愛充滿這個能量 了解到對方的出發點其實不會是惡意的 只是他用錯了方式 立刻轉化完這個能量之後 第四觀察 是不是十幾點 給予純淨愛的能量 這個愛的能量是不含有對方低震動頻率的 事實是當我們一直習慣 一直跟這些頻率直接共振 比如說當對方生氣你直接生氣的時候 你其實人類所有的現象所有的動作行為看見的東西 其實不過是震動頻率而已 好 那當你習慣性與這樣子的震動頻率做回應的時候呢 它會像是經由時空矩陣 它會變成你的一種習慣 當你這個習慣已經定型了之後 你就很難再跳脫這個習慣 你會每次反射性的就做批判做攻擊 所以趕快來把它這個能量轉化掉 這個道理像什麼 當你知道說 喔 充電 立刻沉靜下來 立刻充電 立刻給予純淨的愛的能量 當對方收到一點的時候 恭喜你 你已經突破了 你已經破了這一關了 好 那之後你的戶頭 你的Consious Mind 這叫什麼 這叫你的神經網路 我們人類的神經網路 其實跟宇宙的神經網路是一模一樣的 並沒有差別 在某種角度上面 你會發現其實是類似的 也可以說是一樣的 我們人類的能量 人類身上的每一個細胞 其實帶有量子的風包 也就是說我們可以選擇 經由自己的喜好去選擇 我們要定型在什麼樣子的生活模式當中 好 那量子是什麼 它可以是能量波也可以是 就是 是所謂的 就是所謂的粒子波 好 能量波的意思就是 是帶有無上價值 無不可被估算的能量 那當我們人類的喜好 人類的喜好為什麼會有喜悟 這就是一個很好很好的一個載體 讓你感知到說 你喜歡這個東西 那就享受它 就與之共振 提供這個喜悅 跟它去震動 好 去加強強化它 當你發現你有討厭的時候 這是學習更快的一個機會 學習不要批判它 學習只是 把它純淨轉化之後 仍然用愛去面對你 會非常非常訝異的發現 原來只是一體兩面 原來只是角度的不同 人類很有趣 人類會看了一本書之後 把這本書當成說 只有這本書是對的 然後再看第二本書的時候 只要裡面有一句話 跟我看的第一本書有衝突 我們就會完全的否定 第二本書所講的內容 但是事實是 當我們用這種方式的時候 我們有沒有辦法看到第二本書 在想要真正傳遞的意義 懂我的意思嗎 好 那我先另外也插入一個話題 我現在 問我的所有的問題 我有開放諮詢 但是我的諮詢 不是免費的 今天跟大家講一個重要的觀念 我們來這個世界上 無非是要學習收跟發 我不能只拿 給不拿 我是不是會不好 我也不能只拿不給 你會變成Taker 你等於是在像宇宙發射 我很窮 所以我只能拿 那你就會越來越窮 越來越不快樂 請自己去觀察身邊的人 呃 或是自己的狀態 好 那 好 最後 好 以上幾點分享 好 就是清理現在 這個狀態 最快最快的方式 但是我會不會進步 為什麼我一直跟大家講 不要相信我 因為醫學會不會一直進步 醫學會不會一直進步 科技會不會一直進步 科技 醫學 我會不會一直成長 我的智慧會不會一直提升 做人最有趣的就是 我們永遠沒有封頂 永遠沒有最終 那個最上層層的樣子 所以我們時時刻刻 只要在呼吸都在學習 我們必須學習的第一課 這應該叫第七課 就是把這些負面的能量把它轉化 仍然可以變成靜能量 到時候你會發現 通常你能夠轉化的時候 你會發現 哇 我可以莫名其妙的用這個人的角度 去看世界 所以我的視野擴張了 那 你就自然而然可以找到 更服務你的方式 這個意思像什麼 我本來戶頭只能存一百萬 我給你兩百萬 你也看不到另外一百萬 你也吃不到 但是如果你戶頭擴張到四百萬的時候 我給你三百萬 你就有三百萬了 這就是為什麼 有些人莫名其妙 學習一些東西特別快 有些人學習特別慢的原因 這其實可能是因為 你人生中還有很多東西 要去把它清理 要去把它進化掉 這個進化的過程 都需要經過我們的心輪 近期的能量波走到心輪 所以大家的心輪 我最近也在幫大家 我的客戶 轉化心輪的能量 所以你的心 可能最近有點悶悶的 或是心腳痛 非常正常 因為 宇宙每一個萬事萬物 本來就是息息相關的 所以有時候 大家流行感冒 為什麼大家會一起感冒 因為大家都是互相影響的 就是你有沒有與這個能量震動 當你一直提升自己的能量 跟高能量震動 有一天你會非常訝異的發現 你也沒有辦法生氣了 當你提升到一個狀態 你都是時時刻刻用喜樂 用開悟用愛去面對大家的時候 你再回到這些人 再回到這些親人的身邊 你會感覺到 喔 原來我還可以幫助他們 這就恭喜你到了下一個維度 好 一樣不要相信我 好 然後 試著健康注意保暖 在這邊分享愛 分享光給大家 如果有任何問題 歡迎臉書 Facebook 諮詢王大喜 喜歡的喜 給我來信 給我你的姓名 出生年月日 詳細影響你 造成你負面情緒的具體事件 越具體越詳細越好 我來評估是不是時候回覆您 我的一字一句 都是靜能量的傳遞 所以非常珍貴 我必須要把我的時間 留給真正需要的人 因為幫 那我幫助我的這些人 這些人會幫助更多的人 那以上 謝謝大家 一直的收看 謝謝